蔡英文在一週內 四度幫陳時中站台 才剛演講完就有男子機動大喊抗議 立刻遭到驅離 而民進黨除了抗中牌 蔡英文狂喊反黑 杜絕黑金 但控制嘲諷 該先查理民進黨的派系黑金 一個林秉書查他的金 有什麼都知道 他們有去查嗎 如果他用同樣的力氣 在查高雄案 那個一個林秉書就 就把新潮流翻掉了 從那個案子來知道 這個實在是 這國家已經無法無天了 蔡英文談反黑 但網友打臉炮轟 天道盟會議長背景的黃承國 就是被你蔡英文 找來當國策顧問 甚至你提名選宜蘭的江聰 冤還曾因為盜彩殺時被判刑 黑金不僅正在你身邊 連高端都搞黑象 拿什麼臉談反黑 黑金其實就是黑道再加上貪污 可是現在透過高端貪污的 然後行徑如同黑道野蠻的 也是民進黨 要杜絕黑金 那麼民進黨就早點自己下台吧 蘇仁昌的女兒蘇巧全 透過轉包承攬桃園總圖的工程 蘇仁昌卻硬拗 女兒沒直接跟政府簽約 但藍區痛批綠色執政 激言之士表演必勝 總圖行政院還有10億的 前瞻計畫的錢在裡面 那等於是蘇貞昌領導下的行政院 給的錢嘛 不管是你是用別人的名譽去投票 或是別人投票好分包給你 你最後還是拿著政府的錢 等於是另外一種的 堅守制度的形式嘛 當有黑道背景的大佬 就站在總統身邊 蔡英文指著別人的鼻子 罵黑金不知道有多少水不力 記得張柚絲去過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 海華XO干貝架 吃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架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 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好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